那就现在蒸 现在我们要进行蒸螃蟹 把螃蟹蒸熟了之后 我们再来拆肉 然后我做这个菜的特点 它就是用猪海的盐仔蟹来做 因为非常多的糕 这个季节就是其他的 它不会那么丰满 然后这个糕它是非常适合的 都是满满的糕 好香 加上橙汁 让它有点酸酸的口感 它那个是做的比较传统的 然后我这个是增加了 自己的想法的 主要是蟹好 隔两个 可以 搞得定 因为现在是在7月份 7月份如果做成样蟹 我是绝对不会去用现在的蟹 现在的蟹基本上是六月黄 六月黄的蟹 它相对来说它的蟹肉是会比较兴气 所以我就选用了 这个松叶蟹的蟹腿肉 因为松叶蟹的蟹腿肉 它是一丝丝的 它的甜味 那个是无与伦比 我现在炒这个蟹肉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葛仙米 这个就是葛仙米 它其实是一种找类 它因为吃上去像爆猪一样 所以我让它 在这个菜里面 让它更出菜 在上海我们做蟹面比较多 对这个蟹的比较了解一点 这个结果也是争强实弹的 去吃拼这个 因为直接吃 很奇怪的好吃就好吃 不好吃就不好吃 还有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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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擅长一点 就是对于海鲜的处理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打动 我们的柳妍姐姐的放心的 多久上菜 多久上菜 还有多久 还有十五个 差不多 那赶紧装 真的很好吃啊 对 好了来 吃菜 如果吃了盖 不要太熟 好 玻璃子弹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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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了 把我去收拾一拾 出菜 赵少佑 好 我们的大厨已经准备就绪了 有请二位 CC还有我们的帅小剑帅大厨 我感觉大厨的包装是真的生死感 哇 这个像礼物一样送过来了 这个 还有两家谢娘城 这个包装是很像剧里的谢娘城 我跟她取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 满城静带黄金甲 哇 有气势 对 因为我们光看到了表面有菊花 其实它的内线里面它也是有菊花的 然后我还加了袋子 因为满城静带 有个袋子 所以我把袋子加进去了 然后融合了我从珠海带来的延展蟹 因为现在延展蟹它的膏非常的多 而且它的膏它是软软的 它不硬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款蟹来做谢娘城 这个是我吃过的最多最多最多的蟹肉的这个橙子 特别符合我的喜好 满城静带黄金甲的这个衣镜非常的美 然后这个摆盘真的非常的艺术 这个黑色的盘子衬托的这个菊花 橙色特别的美 谢谢